走 小大人 凡请你跟我们走一趟吧 见了火鬼 哪里杀出的程咬金 你干吗 疯了 你别管 弓弩装备需要时间 我去引开第一轮骑射 等他们装剑的时候 你去抓住那个带头的 不行 弩箭尽急 非人力所能扛 你就算武功再扛 也递不过 君子死之己 我为你冒这个险又如何 我允箭 你抓人 住手 还不放人 放人 两位兄弟是 高盟主别攀亲了 还不走 等着人拿八台大脚相送吗 大恩不言谢 后会有期 走 小大人 烦请你跟我们走一趟吧 放开我们大人 退下 都退下 他们不会拿我怎么样的 说得对 我可惹不起你们 稍后 自然会将这位大人 顽比归赵的 速速退去 护好弓弩 等我 走吧 阿絮 今天你的人情欠得可太大了啊 小大人 管好你的眼睛 卢走你的人是我 你老瞪着他干嘛 众主 众主 真的是你 刚才看到流云九宫不时 我以为我眼花了 众主 您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您怎么没有易容 您的伤怎么样了 我藏头落尾了这么些年 够了 婴儿 对不住 我知道你会认出我 世纪从权 好让你跟下属们有个交代 韩英的命是您给的 只要庄主一句话 韩英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阿絮啊 阿絮啊 我要不 先回避一下 先是有天窗的机关群和醉生梦死 后又见到了岳阳派弟子 用天窗密码传讯 我以为种种皆是冲我而来 没想到 天窗在寻琉璃甲 是 自从靖湖山庄 被密门的消息传到了禁中 我就被派到江南 来调查那首歌谣的真相 那不过是江湖怪谈 怎么会引动天窗出手呢 说韩英不知 我只知道 断鹏举对琉璃甲极为重视 几乎是势在必得 庄主主要需要 我可以设法暗中调查 不可 头向我冒险现身 已将你拖入险地 已是万不得已 因我进天窗的人 已经不多了 你好好活着 便是对我最大的尽忠 小大人 大人 您是庄主的朋友 叫我韩英便是 小大人 你刚才向高崇索要张家遗孤 是何道理啊 靖湖剑派应该毁于吊死鬼之手 琉璃甲应该在鬼谷手上才是 为何要为难张家的一个小孩子 大人有所不知 天窗在靖湖派满有暗状 密探亲眼目睹 鬼谷中人将张家父子三人先后虐杀 逼迫他们交出琉璃甲 张玉森至此委屈 所以 琉璃甲一定着落在 逃出在张家幼子身上 江湖中这帮老狐狸望风闻味 即使不知道这一层 之前鬼谷在三白山庄 试图掳走张成岭 也等若暗示了靖湖剑派的官司未了 庄主 你有何吩咐 其实这张成岭嘛 是你家庄主的 老温 庄主 张成岭 是您的相识 恕含音不知之罪 我一定设法 不用 你回去以后 权当没有见过 照常行事 只不过 不用着急出手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五湖盟 一定会逼张成岭交出琉璃甲 而且 一定会在英雄大会之间 这世界很酷